在美华人和新一名来美国生活如何要避免误处罚网 就一定要知道美国的刑法 因此东森新闻和邓宏律师事务所 特别联手推出了邓宏说法系列报道 有知名律师邓宏来亲自解说 邓宏律师事务所全力以赴 距离力争 在美国年满18岁就算成成成人 他们可以投票 可以签合同 但是在喝酒方面大部分州规定是21岁才能喝酒 在加州如果未满21岁已经喝酒的话 它就可能会面临醉酒价值的指控 它的酒精含量不需要达到成人的21岁的0.08 到了0.01就可以算了 其实在加州 尤其是2018年开始 大麻也是可以合法使用 如果抽大麻或者是喝酒这种情况之下 他们都可能会被指控醉酒价值 可能会面临六个月的劳刑 两千块钱的罚款 三年的首行为期 邓宏律师事务所全力以赴 距离力争 好 强调各种法律问题都会为客户 全力以赴 距离力争 邓宏律师事务所邓宏说法系列报道单元 也欢迎观众持续锁定 明镇把文章词和计刑 明镇 Lite 周团宏律师事务所邓宏律师事务所邓宏律师候期